在重庆,交警设卡检查时,发现了一辆可疑的红色越野车,距离卡点几十米之外就停下了。见此情形,交警立即上前询问。 面对交警,驾驶人罗某承认自个儿确实是喝了酒,并主动配合交警进行酒精检测。 整个流程下来,罗某都表现得十分淡定,这让交警也产生了疑虑,于是决定对他进行深入调查。 这一查才发现,反正罗某的淡定是源于他经验丰富啊。 他在2015年时就曾因为酒驾受到过处罚,这次属于再犯。 为此他将面临罚款1500元,行政拘留10天,吊销驾驶证两年的处罚。